三品姐姐每天分享一段爱情感悟,幸福可以很简单,并记右身角关注三品姐姐的小幸福,一风吹散的情话终究沙摇,已经走远的人不爱也罢,二,我们毫不怀疑的去相信一个人,那结果只有两种,要不就得到一生的知己,要不就得到一时的教训,三,我可以洒脱放下笑着原谅,只是最初的陪伴早已变了模样, 此曾以为走不住的日子,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中也都已经饶过来了,勿认被子,最幸运的是,能走进你身边,最遗憾的是,没能走进你心里,六,你过你的生活就好,安静地住在我心里就好,不打扰,是我爱你最后的方式,欺要走的人留不住,装睡的人叫不行,不喜欢你的人感动不了, 八怕什么路途遥远,走一步有走一步的风景,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,九一杯敬你漫步惊心,一杯敬我自作多情,你我从此,天涯末路,后会无期,是有一天你会明白,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,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